穿那套 太漂亮了 我差点没证实来啊你 你不是说这事来的 不是 怎么了 你不知道 曾下酒后要穿正装吗 没人跟我说啊 这是骑马的礼仪啊 不是 那 我也没有啊 没事 你这 我这道休闲 别人都不看我 看你 不是 走 进去 啊 这样呢 不是 怎么了 没错 来 物色 快点 马上 姿色平鲜鲜没人笑你 都知道你是知识女性 快点出来吧 说什么呢 知道吗 你验证了一句老话 文化 健康义副马考案 漂亮 你讨厌 小东 换了我 李总监 你好 小队长 你们怎么才来呀 你好 小队长 苏子 你这口风不够紧的 怎么问你 你就说个人要听不说 对 俩人还偷偷默默谈恋爱 也不跟我们说 不是吗 你给班长 没有 我们俩没有谈恋爱 没有谈恋爱 好吧 咱现在谈也是 郎买女帽的多好 没有 行了 皮总监别打我开算了 来 赶紧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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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介绍一下 这个是你来的布局 哦 这些都是咱俩的姿势 来 赶紧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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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一杯 熊总 怎么样 多少钱 你给我喝口水 就来自于一个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成造的进求资 咱爸常理房管科的人说了 老爷子虽然人走了 可年前说的事还算数 只要房本加上死房证明 去办手续 内部购房 五十万就行了 怎么了 这房子这一地段五十万你还嫌贵啊 不是 但五十万也不是拿不出来 但是 你说 拿出五十万来咱家就掏空了 你万一有点急事什么呢 怎么办 这我也想过 十万 咱拿出四十万来 留一部分应急的钱 那十万呢 你想啊 咱爸的存款是三十五六万 按这个算法 一家怎么也得分到八九万吧 这不就有应急的钱了吗 对 还是不行啊 你万一 陈爱萍说 九二十万能办 我有证据在手 这不承认也得承认 总是得想办法 让陈爱萍把钱吐出来 咱拿着钱去买房子去 行不行 看您这儿了 好 你不用扶我扶这儿 你看 我扶着扶着 大哥 每天您吃饭吧 没事 咱们可能脱来喝 喝那么多啊 我看到上一期的导演 就聊了几次 一转眼功夫 就喝七八杯氧酒 不这样 行不行 行不行 看过吧 看过 行不行 我喝不惯氧酒 我喝啤酒没事 表哥 真不好意思 您带我们出来 我喝啤酒 这样吧 咖啡你跟那个小娘先回去吧 行不行 没事没事吧 放心吧 我去小娘没事表哥 伙计行行酒 喝点水 你别送我 谢谢表哥 别闯祸啊 走了 走了啊 别送我了 你表哥他没事吧 能没事吧 你看他那样 来 对了你一会儿你节目 你怎么不准备这边节目 好啊 你不是也快班长了吗 你也应该去准备 我用准备吗 我用准备吗 反倒你看着挺紧张的 你 这哪有紧张啊 你不用准备 慢了慢了慢了 有点出息没有啊 记着不要钱 就拼命地喝 喝什么 喝什么 喝了吧你 你别看出来哦 我是装的 装的 啊 我不装 我怎么把这个拿出来 我怕让我表哥看见 他好骂我 高飞啊高飞 我无语了 怎么了 我扔你一碗啊 你就是一个没有礼貌 没有教养的二溜子 不是有那么严重吗 我怎么还成二溜子了 你出来参加酒会 你穿的什么 地摊买的便宜货 酒会叫你是大吃大喝 不管不顾的呀 林泽你还拿 你当这儿大排档呢 啊高飞 你能不能有点礼貌 有点素质啊 不是 夏 你 你能不能不挑我 是 我是没你高贵 对吗 我 我 我配不上你 我知道 我也没你能装 但 咱们该试什么就是什么 行不行 你说 脱了这套衣服 咱不还得回那个 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割楼吗 咱交了这个月房租 下个月房租都不知道在哪儿 真使点活好不好 咱们能不能不装 那你来酒会干什么 你在家啃骨头喝啤酒 不就完了 你出来干什么呀 不小心你不知道我来这儿 干什么来了吗 你看人家里边都什么人呢 咱俩呢 一修电脑子 一个没戏眼的小演员 你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我来不就是想为你高兴吗 我想你来这儿 你能高兴点 你能 多认识点人 对不对 我不想在家吗 我啃着骨头喝着啤酒 我还光着膀子 我自由 真是狗肉关不着谈面 不是 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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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我也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拿别人跟我比 你现在 你开始拿别人跟我比呢 远的咱不说 胡晓妮 你现在拿胡晓妮给我比 我知道我比不上她 但我不至于是二溜子吧 对 我就是比了 有比较才有差距 高飞我就不明白了 同样是一家人 怎么人家就高高在上 你就是臭秀电脑的 臭秀电脑子怎么的了 我告诉你 只有我这种臭秀电脑子 我才真心喜欢你 你看那胡晓妮 他正眼看你一眼嘛 人家身边那全是美女 李慕子 你能比得上李慕子吗 啊 高飞 你就是一混蛋 干什么 今天聊咱就聊透了啊 我知道 你看不上我 我什么都没有 我儿子像霍晓妮那样 我有个大房子 我有个大车 你今天你不乖乖的 跟小猫一样啊 我就告诉你啊 你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 因为你跟你爸一样 永远都只会怨天尤人 你骂我行 你别骂我爸啊 我说不对 但是我愿意实际也不公平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天天跟我说你有能力 我从来没见你努力 不足都算起不过 你少在那儿找理由 高飞 你就是一个什么能力都没有 狗屁都不是混蛋 干什么 我刚才不应该跟你喊 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 但我爱你 你摸着良心你想一想 我高飞我对你怎么样 啊小女儿 我为什么省吃俭用了 你现在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我就 想见办法我给你弄 我为什么把它拿出来 我不知道拿这个丢人吗 啊 我不就想省钱吗 我给你买那一万六的包 你说有房子你有安全感 好啊 我回家我逼着我爸 我逼着我爸 我跟那二叔三叔闹去 我干这些为什么呀 不是想实现我对你的承诺吗 你想想你是怎么干的 你现在正眼看我一眼吗 你看了 你看完以后 你眼睛里是全是别人的成功 我全是缺点 小女儿 我现在就怀疑啊 人家谈恋爱 为什么都甜甜蜜蜜 我谈个恋爱 我生不如死 我生不如死 你知道吗 啊 我现在就怀疑啊